49. 東方日報 國泰兒削知貴賓室換營運商 2015年7月22日港文A04本報信 因管理不善而從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冠軍跌落第三後 國泰航空的機場貴賓室服務或可能因轉身公司而有影響 國泰航空承認與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其下半導會所管理及顧問服務有限公司雙方達成協議 將於明年5月1日終止機場貴賓室還女堂、浴行堂及以啞堂的管理合約 據知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有340名員工受影響 有經常使用國泰貴賓室服務的人士指國泰可能為削減成本 擔心會影響服務 國泰航空發言人表示 與半導會所管理及顧問服務有限公司 受影響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物業部集團總監 孫萬天證實與國泰達成協議 終止上述三個貴賓室資管理合約 至於受影響的340名全職及兼職員工 公司會盡量評估轉職至集團旗下其他職位空缺之可行性 並會與新任營運公司初商 希望保留現時的員工 然而目前仍未能落實